近年来 随着成功神学 恩典福音等思潮 在教会肆虐 以及社会公立主义的横行 导致了不少教会发展 宣讲的福音信息 仍是以趋利避害为满足 自生大量带着属世目的信主者 狄特里希 彭霍费尔 是1930和40年代的 德国神学家和牧师 他经常谈到廉价的福音 廉价的福音是赦免你 但不叫你改变的福音 这种恩典甚至不是真正的恩典 而是福音的廉价淡化版本 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福音 它可以赦免我们的罪 但也改变我们有罪的心 我们确实是因着恩典得救 如以福所书二章八至九节所说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你和我永远都不够好 来赢得救恩 我们永远无法靠着努力 获得救恩 当谈到真正得救时 你和我无论如何 我们都不能试图 靠自己的力量振作起来 并说我们得救了 全是上帝的工作 将你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你不能以自己的力量夸口 因为你的救恩来自基督的十字架 你和我被上帝的恩典所拯救的同时 我们也经历了一个叫做重生的过程 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中谈到了重生 在谈到重生的过程时 耶稣提到了 以西节书三十六章二十五至二十七节 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洁净了 我要洁净你们 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 弃掉一切的无效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心心 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 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食心 赐给你们肉心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使你们顺从我的律力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这是说当我们得救时 上帝如何赐给我们一颗心心 而我们救的罪恶之心被扔掉了 我们的心心被上帝感动 我们的心心被主 被圣灵的力量改变和塑造 我们称为更像耶稣 当你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活时 祂开始改变你 这是成圣的过程 这是从罪中解脱出来的行动 你会发现曾经牢牢控制着你的罪 现在有一种新发现的力量来抵抗它 福音不仅拯救我们 并将我们送到天堂 而且是上帝改变我们心灵的信息 你曾经捡过一块石头吗 下次尝试挤压那块石头 无论你多么努力 你都不会改变那块石头的形状 因为它太坚硬了 这就是我们在遇见耶稣 并经历重生过程之前的心 然而 当我们遇见耶稣后 我们得到了一颗柔韧的心心 它可以被改变和塑造 上帝正在呼召祂的子民 被福音改变和塑造 因为我们有了一颗心心 我们可以被改变 耶稣基督的真正福音 会挑战并定你的罪 会改变你的罪恶习惯 并让你悔改 福音并没有告诉你说 你现在已经被赦免了 然后你可以继续 按照你原来的方式生活 那将是所谓的廉价的恩典 廉价的恩典告诉你 你被宽恕了 但却不会叫你改变 真正的恩典 教导我们远离罪恶 呼召我们改变 舍己 谦卑 爱别人 就像我们爱自己一样 我们必须拒绝唐一福音 因为他教导怜悯和恩典 但没有要求悔改 唐一福音会谈论祝福和繁荣 但不会要求你爱你的邻居或舍己 唐一福音试图说服你 成为基督徒后 一切都会好起来 他们认为信主就能趋利避害 获得身体的健康 事业的发展 他们把生命之道 变成了养生之道与生财之道 他们强调 神的恩典到一个地步 以致可以将认罪 悔改 顺服 圣洁 侍奉 舍己否定 真正的福音告诉我们 跟随耶稣后 生活往往会变得更艰难 但尽管一人遭受了许多苦难 但主将他们全部解救出来 人们经常宣讲唐一福音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担心真正的福音 会冒犯他人或使他们不安 如果告诉他们要悔改 那会使他们远离耶稣 不来教诲 这样的信息 虽然使他们很好的 安抚了会众的心 使他们的讲道听起来很顺耳 然而他不会改变听众的心 真正的福音可以刺穿任何刚硬的心 如果不呼吁人们悔改 而只是怜悯和恩典 你再剥夺福音的力量 最好在一开始就传讲完整的福音 冒犯人们 而不是后来才冒犯他们 因为有一天当他们意识到 他们从未听过完整的福音信息 并且可能正在去地狱的路上 那才是真正的冒犯 耶稣在路加福音九章中的话 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 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至二十五节说 耶稣又对众人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 跟从我 因为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 人若赚得全世界 却丧了自己 赔上自己 有什么益处呢 如果我们想跟随耶稣 我们必须放下自己 并跟随他 这意味着他的旨意 在我们自己的意愿之前 这也意味着 我们悔改自己的罪 并遵循耶稣所说的生活方式 即使我们得到了整个世界 有一天 我们终将离开 而这一切 我们都不会带走 一切将化为虚空 真正重要的是 我们为了这永恒的国度 做了什么 作为耶稣的跟随者 我们必须拒绝 唐一福音的陷阱 并紧紧抓住 唯一可以拯救 我们脱离罪恶的 真正福音 我最喜欢的 圣经经文之一 是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犀利弥人 请听这些话 我不以福音为耻 在世上的人 有许多让他们感到骄傲的事 也有让他们感到羞耻的事 作为上帝的子民 我们是否为耶稣基督的福音 感到羞耻呢 我们秀于说 我是一个相信耶稣基督死亡 埋葬和复活的基督徒吗 我们是否秀于说 我是一个相信总有一天 主会降临的基督徒呢 铁撒罗尼加前书 四章十六至十七节 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 和天使掌的声音 又有神的好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 永远同在 我们是否秀于告诉我们的身边的人 诸如我相信天堂是一个真实的地方 地狱是一个真实的地方 如果你拒绝耶稣基督 你将在地狱中度过永恒 但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 作为你的主和救主 你将进入永生 我们是否为耶稣基督的福音 感到羞耻呢 我们是否秀于告诉我们的朋友和家人 我们都需要转向耶稣基督 并悔改 因为上帝的国度就在眼前 作为信徒 我们不应该以福音为耻 世界上的魔鬼 正在积极地传播欺骗的信息 他们正在积极地 试图引导人们 远离耶稣基督拯救的福音 所以现在是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信徒 站起来向世界宣告的时候的 有一个救主可以拯救我们 可以使我们摆脱捆绑 有一个救赎者 他的名字是耶稣基督 我们不应该以福音为耻 基督徒必须站起来为福音而战 我们必须作为至高者的儿女 挺身而出 并宣告耶稣基督是主 我鼓励你勇敢一点 因为世界的声音越来越大 教会的声音也必须越来越大 你和我作为信徒的声音 更必须越来越大 我们必须尽所能地告诉每一个灵魂 耶稣是主 耶稣是王 亲爱的信徒 不要沉默 拒绝被世界捂上嘴巴 告诉他们耶稣是谁 谈论耶稣 为耶稣大声疾呼 不要以耶稣的福音为耻 圣经末日预言已经发生 没有人意识到 这是对世界上每一个基督徒的警钟 这是上帝打开你的眼睛 让你看到你所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我们的周围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可以告诉你 这些发生的许多事情 只是为了转移你的注意力 他们把你从更应该关心的事情上 转移你的注意力 在今年 在今天 哪一个末日预言 是你应该关心的呢 铁撒罗尼加前书二章三节 人不拘用什么法子 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 因为那日子以前 必有离道返教的事 必有那大罪人 就是沉沦之子 显露出来 圣经说 你不应该让任何人欺骗你 这同样意味着 不要被其他任何事情带着走 不要让你的注意力 从这个预言转移 是什么预言呢 那个预言是什么呢 在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的末日 有什么事情是必会发生的呢 圣经说 离道返教的事 在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 必会发生很大的离道返教 很多人会来欺骗你 或让你没有意识到 离道返教已经开始发生 这个世界的情况 会让你把注意力 从这些警告上转移 大量离道返教的事已经开始 很多人没有看到 很多基督徒不注意这一点 但你要知道 如果这没有发生 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 将不会发生 这就是圣经所说的 你需要超越那些 转移你注意力的事情 你需要在这个世界上 保持警醒 当我们说到离道返教 这意味着 人们离开某些东西 或离开某些事 也意味着拒绝成为 它的其中一部分 现在我要让大家明白的是 离道返教有两方面 第一个是教会的离道返教 第二个是我们世界的离道返教 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 是教会的离道返教 上帝子民的离道返教 我们中的许多人 都被这个世界上的事情 所牵着走 使我们没有关注到 教会的离道返教 这个世界充满了 让你分心和欺骗的事 参加教会 不是真正得救的指标 尽管教堂的出席人数 一直在下降 也有一些真正的教会 在成长壮大 最遗憾的是 有许多教会离道返教 圣经说将会有 很大的离道返教 教会离道返教的 是哪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 那些去教堂祈祷的人 那些说他们接受了耶稣 然后跟随假教师 和错误教义的人 当谈道离道返教时 不一定是说 人们会完全停止追随基督教 并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 不 不是这样 而是那些人错误地以为 他们是追随基督教 但他们实际上 被魔鬼和引诱邪灵的教义 引入歧途 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 圣灵明说 在后来的时候 必有人离弃真道 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现在圣灵明却表示 在末后的日子里 有些人将背离信仰 信奉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教义 那引诱人的邪灵所利用的 其中一个欺骗人们背离信仰的魔鬼教义 就是通过试图诋毁圣经 它使人们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 也意味着他们不相信神 圣经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清楚地指出 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 于教训 督责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 是上帝指示人们写下他告诉他们的内容 上帝启发他们写下 他的灵在他们里面并指示他们写下 如果你读圣经 你会看到在不同的地方 上帝告诉了他的仆人写下的信息 他在哈巴谷书二章两节告诉他们 他对我说 将这末世明明地写在板上 使读的人容易读 上帝命令了先知哈巴谷将异象写下 你在圣经中看到的一切 都是上帝命令人们写下的 他们在上帝的灵 也就是圣灵的影响下写下经文 如果有人不相信上帝的话 那意味着他们不相信上帝 不要让任何人动摇你对圣经的信心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一至十二节 且有好些假仙知起来迷惑多人 只因不法的是增多 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 许多人的爱心将会渐渐冷淡 许多基督徒将开始离开信仰 基督徒将开始回到世界 他们的爱 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四节也说 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 大骑士 倘若能行 连选民也就迷惑了 这些事会导致教会背弃信仰 撒旦会欺骗许多基督徒 撒旦会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基督身上转移 邪灵的欺骗将使人们离弃真道 魔鬼已经在执行他的计划 但人们似乎不太在意 所有我们需要知道的 上帝在圣经中已经赐予我们 我们已经被引导去专注在对我们有帮助的事情上 但我们并没有保持注意 人们开始远离教会 远离上帝的计划 远离上帝的旨意和上帝的道路 而去专注于魔鬼的教义 基督徒被欺骗了 然而他们却不知道 能够让你免受欺骗的基本保护 不是你的智商、政府或这个频道 你的第一保护是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永远不会改变 也不会让你误入歧途 魔鬼是赞助所有这些谎言的人 提摩太后书四章一至两节 圣灵明说 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 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 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灌了一般 欲言之灵通过圣经对我们说 我们需要知道的一切都是写在圣经中 魔鬼会把你的注意力从这些事情上转移 想想你认为魔鬼对你走真理的道路会没有问题吗 你认为魔鬼会让你一个人自由地走在生命的道路上吗 你认为他会让你这么做而视若无睹吗 不 不是的 他会追随你并用很多东西欺骗你 如果你不将根基扎给予基督的话语中 你会难以辨别那些魔鬼的话语 圣经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三节说 那等人是假使徒 形式诡诈 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 在许多教会中 基督的教义与上帝的真理常被渗入一些谎言 真理被汇入了虚假与错误的话语 他们败坏了一切 剩下的就是谎言 我们允许流言蜚语和邪恶的话语在教会中流传 我们允许种族隔离在上帝的家中盛行 许多人一直在教堂受到伤害 一些基督徒根据他们的财富 权力和其他的共同爱好 组成教会里的小圈子 有的教会似乎成为每个星期的社交聚会场所 我们看不到真爱 告诉我 在这样的情况下 基督徒怎么不会离弃真道呢 魔鬼要抢走人 怎么会不容易呢 我们允许奇怪的教义试入教会中 那些引诱人们进入这个世界的教义 今天许多教会 已经不再像我们过去那样 不再像我们应该做的那样反对罪 因为我们不想冒犯人们 我们不再谴责不敬钱的行为 因为我们不想让人们恨我们 我们不要再传讲圣洁了 许多基督徒不知不觉地 坠入了这个世界 因为他们不再听到真理 现代基督教认为 只要你接受了基督 你就可以继续犯罪 许多基督徒正在吸收这样的教义 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基督 为什么我们允许魔鬼的教义 站在我们的教会中呢 为什么我们不再谴责 教会中的不圣洁行为呢 为什么我们不再为基督的教义 坚持立场呢 为什么我们不再强调 并提升我们作为基督徒的道德价值观呢 为什么我们被允许在上帝的教会中犯罪呢 为什么我们不再像一直以来 反抗罪恶那样的反对罪呢 为什么我们导致许多基督徒离道反教呢 圣经已经告诉我们 在耶稣第二次来临之前 将会有很大的离道反教 离道反教已经开始 这应该在我们脑海中留下一些警惕 耶稣很快就要来了 你准备好了吗 你是否远离圣洁 你讨厌敬钱的话题吗 你是否已经被罪恶拖走 而你甚至没有注意到呢 当你的祷告生命停滞不前 你对基督的爱是如何呢 已经冷淡了吗 耶稣快来了 你不要跟随魔鬼的教义 逃避任何的邪恶 不要看别处 要专注于耶稣 在耶稣之外 没有任何东西 你要只专注于耶稣 不要向右转 不要向左转 希伯来书十二章两节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中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在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至二十二节中 我们看到写给老底家教会的信 让我们阅读 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 说 那为阿门的 为诚信真实见证的 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 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也不冷也不热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你既如温水 也不冷也不热 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你说 我是富足 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缺 却不知道你是纳困苦 可怜 贫穷 瞎眼 赤身的 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 叫你富足 又买白衣穿上 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 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 使你能看见 凡我所疼爱的 我就责备管教他 所以你要发热心 也要悔改 看啊 我站在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作息 得胜的 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作 就如我得了胜 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作一般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在启示录中提到七个教会的情形 每一个教会的光景都不同 初代的老底家教会被约翰形容为不冷不热的 约翰用严厉的词汇 对老底家教会做出责备与警告 因为不冷不热是对于信仰的冷淡 不冷不热是对信仰的停滞 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 由于他给出的严厉性警告 值得我们阅读全文 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谴责 所有基督徒都应该注意这一点 如果我们不根据这段经文进行反省 我们可能会发现 自己已经掉进了老底家基督徒的陷阱 尤其在当前的背景下 在媒体中广泛地传播了许多不正确的信息 世界各地的一些先知 电视步道家 牧师和传道人 在宣扬财富的获得 作为上帝的灵与我们同在的迹象 老底家教会的基督徒很富有 他们的见证是 我很富有 我已经获得了财富 并不需要任何东西 如果现代先知是正确的 那么这些男女应该是完美的 他们将是那经常被错误解读的经文 约翰三书一章二节的缩影 亲爱的兄弟啊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这些富有的基督徒生活在上帝的拒绝中 最糟糕的是 他们甚至不知道 他们被发现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你有听过不冷不热的基督徒这个词吗 那是什么意思呢 根据经文所描绘 有不冷不热特征的 就是那些说 我是富足 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缺的基督徒 但上帝看着他们说 你不知道你是那困苦 可怜 贫穷 虾眼 赤身的 我们必须检视自己 以确保我们不会陷入这种不幸的状态 因为作为上帝的孩子 陷入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这意味着我们充满了老简 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已经对圣灵的移动变得麻木不仁 他们会偏离飘荡到很远的地方 以至于他们变得不适合侍奉 正如耶稣所说的那样 处于一种可怜的状态 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醒 我们是谁 我们该做什么 以确保我们避免这种危险 如果我们不冷不热 失去了价值 经文说 上帝最终会把我们从他嘴里吐出来 事实是 不冷不热的人 不愿意接受上帝为他们制定的计划 耶稣对老底家教会说 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 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对此的回应是 我不需要这样的东西 我一样都不缺 如果是那样 他将陷入贫困状态 不是物质财富方面的贫困 上帝眼中的富足 那就是拥有耶稣基督 为我们获得的继承权的确据 耶稣提供了那些赤身的人白衣 他邀请他们向他买白衣穿上 使他们可以遮蔽赤身的羞耻 那些接受的人不是用金钱 而是用顺服和屈服来购买的 会披上基督的公益 但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会反驳说 我不需要任何东西 我一样都不缺 他们可能不介意赤身裸体 和暴露于魔鬼的计划和恶魔的风暴袭击 或者他们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不敏感 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赤裸裸的 耶稣又说 买眼药擦你的眼睛 使你能看见 这眼药是用于治疗或保护 耶稣希望做他 曾经为许多其他人所做的事情 他希望让盲人恢复视力 他希望治疗及使人复原 毕竟行使特权和高谋是他的使命 我们这些从耶稣那里 接受了属灵异象的人 是因为我们屈服于圣灵 他恢复了我们的势力 使我们看见 我们将与世人一起歌唱 奇异恩典 何等甘甜 我罪以得赦免 前我失丧 今被寻回 瞎眼睛的看见 然而 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会反驳这个邀请说 我不需要任何东西 我一样都不缺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十章十二节警告说 所以 自己以为站得稳的 需要谨慎 免得跌倒 所罗门在真言十四章十二节中说 有一条路 人以为正 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有跌倒和死亡的危险 因为他们选择生活在无知中 我们必须注意的是 耶稣说 不冷也不热的 必从他口中吐出去 事实是 这样的人对推进耶稣的使命和福音信息 毫无用处 想一想 度过了酷热的一天后 试问 谁会拒绝喝冷饮呢 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没有价值 魔鬼也对这些人不感兴趣 因为他们不是走在耶稣为他们预备好 赢得胜利的道路上 那些被催眠的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没有杀伤力 亲爱的朋友 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处于这种状态 我们必须确保我们认罪悔改 耶稣提供真实和真正的财富 这些财富不会生锈和积满灰尘 他们储存在天堂 他提供的圣洁 将遮盖我们并在永恒滚道时保护我们的安全 耶稣已经准备好迎接我们 进入他的新耶路撒了 他正在向悔改的心献上他的国度 他希望我们以他的视角看这世界 当我们悔改时 我们可以对黑暗的国度造成严重破坏 并在胜利中行走 你要离开任何不冷不热的状态 启示录三章21-22节说 得胜的 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 就如我得了胜 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启示录三章15-16节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也不冷也不热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你既如温水 也不冷也不热 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这段经文的意思很简单 不要做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你必须做出决定 圣经不允许我们坐在篱笆上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37节说 你们的话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你看圣经是如此坦率 没有属灵中立这回事 这里是装备生命 耶稣爱你